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尔 今天呢受到一个朋友的邀请 说是他盖了个新宅子 说是盖得非常的漂亮 今天第一天带朋友来参观 所以我们 飞哥啊 我和飞哥两个土鳖 就来看一看 那么豪宅到底是长啥样 行了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 刚下车啊 主人就开启了喷泉 欢迎我们 这个房子真的好有迪斯尼的风格 两个尖尖的角 进去看看到底有多豪华 我觉得呀 光是这个泳池就够我玩半年了 真的特别漂亮 好我们从正门进去 哇好豪华 天呐 进门就是 上下分离的两道楼梯 哎呦这个让我感觉像什么 就是感觉像铁达尼号 那个宴会厅啊 真的好像 我就等着那个Ross啊 从上面走下来了 哎 这边还有一个台球桌 所以主人他考虑的非常的周全 就进来以后 左手边就是一个公共的活动区域 哎呦 吧台台 台球桌 这边还有一个影音室 可以看电影 可以KTV 哦 真的还是不错的 然后跟着我的镜头 我们再往前看啊 这边就是用人房 保姆房 保姆房 看一下 现在在堆放杂物 房间里还是有一股刚刚装修 刚刚装修好的气味 房间里还是有一股 这是一根洗手间 然后让我吃了一惊的是 这儿走过来居然还有那么大的一个餐厅 而且餐厅的景观也非常漂亮 直接就可以看到泳池 也就是吃着吃着饭 砰就可以跳泳池了 然后我们在一起看看它的右手边啊 中间的大客厅啊 以这个作为分离 右手边 这里还有一个小的SPA室 可以雇个用的 没事就躺在这儿做个SPA 而且SPA室里面都单独还有个洗手间 SPA室的这个边上 就是一个客户 这是给客人来的时候可以住的 哇 好气派啊 哇 客户里面居然还带一个桑拿 这个是一个湿针房 控制温度的 还有一个洗手间 包括哇 洗脸盆都是两个 直接从客户就可以穿出来到这个公共的区域 这块区域是一个健身房 所以它是完全对称的 这个健身房和对面的那个餐厅完全是对称的 也都是看着这个泳池 这一楼的格局基本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个大落地窗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天窗 这个天窗刚才主人跟我介绍 说是特意设计的 这个天窗设计在这个地方的话 是无论阳光从哪个角度照过来 都不会直射到室内 但是采光又非常好 而且健身的话会比较容易出汗 确实想的挺周到的 好 现在随着我的镜头 我们一起上二楼去看看 哎呀 这么一个房子得雇多少个佣人啊 是吗 光是打扫我就觉得好麻烦 哇 二楼 二楼还是先看左边吧 左边这里是一个主卧 这个就是主人的主卧了 一进来就首先是一个小书房 书房里面啊 配件都还没有放上 然后进入它的主房间 哇 纯白色的 真的是 哎呦 我的白马王子梦啊 这就是 窗口的景观也非常的漂亮 然后一个超大的洗手间 一个大浴缸 洗手间边上就是这个衣帽间 哇 衣帽间也好大 然后从左卧出来右转 就能看到一个小客厅 二楼的小客厅 主人在这个地方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啊 还有微波炉啊 小冰箱什么的 这个地方也可以稍微做点减餐 啊 外边就是阳台了 飞鸽延然已经成了一个主人的样子啊 嗨 这房子啊 七拐八拐 真的是要迷路 哦 啊 这个就是那个城堡 城堡的大露台 哇 站在这个露台上 对吧 号令天下 多爽 哎 旁边是邻居的 邻居的房子造的是泰式的 这家造的时候比较欧式了啊 邻居的泰式房子其实也挺好看 我们站在这个城堡的露台上啊 看着自己的这个宅子 特别的舒服吧 对边也是一个对称的露台 哎 还可以跟朋友摇像呼应 哈喽 好 我们从左边的区域开始再往这边走啊 啊 这这边是一个客房 然后啊 这也是一个客窝 这个客窝也比较大 啊 这个客窝和主卧的差别就是缺了一个走入室的衣柜和一个书房 洗手间的格局是一样的 窗口的风景也特别好啊 下边就是那个小区的一个小公园 同样这个主要的客窝出来也是一个大露台 哎呀 这样的房子 行吧 我们再去看看室外的有些啥 啊 泰国是靠左行驶的啊 所以左楼梯是往下 右楼梯是往上 现在我们下到一楼的客厅再看看室外部分能有些什么 啊 这个房子啊 它捡了个大便宜是什么 就是房子出去后边的这个公园 其实是小区的 小区的公园正好也就是被这个房子给堵享了 你看它做了那么小的一个栏杆 直接一跨就出去了 然后这个景观就相当于是被这个房子堵享了 然后后院还打了一个 哎哟 这个篮球架我好喜欢啊 我一直梦想着自己家里能有个篮球架呀 一直到我腿舌了 没法打篮球了 我还没有实现这个梦想啊 这里还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到停车位 看到我的车了吗 我的车停在这里是不是特别的配啊 感觉就是这房子就是我的一样 我们再看看另一边 它肯定对称嘛 这边是个篮球场 那边会是个啥呢 外面的地还没有搞过卫生 阿姨挺辛苦的 我觉得 这边它做了个棋盘阁 国际象棋的棋盘阁应该是个景观吧 可以让小朋友玩玩啊 我觉得挺好的 我们再从后面看看这个房子 哎 特别的漂亮 我现在就坐在泳池边上 这个无边际的纯白色的泳池啊 真的挺羡慕的 我问了房主人 我说你这个房子该给多少钱啊 你们能猜到吗 他告诉我说造这个房子的造价是一千多万泰铢 就是两百多万人民币 我一下子觉得 哎呀 这个不是够不着的一个梦啊 是吗 在泰国 我花一千多万泰铢 也就是两百多万人民币 我就可以拥有那么大的一个耗宅了 挺羡慕的 然后我这个朋友他真的是个童好 真的是个童好 这个不是我吹牛的 我说我自己是小区首富 什么那个都是吹牛 他是真的 真的童好 他这个房子盖起来 其实他自己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庄园的自己住的 然后这个房子盖起来 他纯粹就是做投资 他是希望这个房子能够去做出租 住给游客啊 住给什么呀 就完全是做了那么一个方向 然后还以后给别人用人啊 什么的 哎呀 我觉得真的很好 哪一天我跟他说 打个折啊 我到他这儿来住上两天 感受一下土豪的日子 因为刚才整个的看下来了 整个房子的话 二楼是有三个房间 一楼是有一个房间 再外加一个保姆房 然后他说如果人多的话 可以那个按摩房啊 也是可以住人 基本上可以容骂十几个人吧 哎 我觉得开个party其实挺好的 什么时候等我爸爸妈妈呀 然后国内或者有什么情分好友啊 过来的时候 哎 我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享受两天 感受一下 行了 那今天我们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我是肖恩 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海外生活点击 以及旅途中的干货 如果没有关注我 记得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